那我们知道第三届金博会 一共有六大展区 其中消费品展区是展示了 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潮流好物 还有一些首发新品 继续去金博馆逛一逛 走进消费品展区 仿佛置身于汇聚国际品牌 和商品的大型商场 都说科技改变生活 这一点在家电展位体现相当明显 现在我正在体验的 就是一款4K激光的投影仪 通常来说咱们家里面 投影仪跟屏幕的距离 可能需要一两米之远 而现在这款投影仪 可以做到超短距离的投影 比如说它距离墙面 可以有11厘米 就可以把超过100英寸的画面 投到整个屏幕上 而且可以看到 在展览会这样一个 强光的环境下 它依然可以做到亮度清晰 同时颜色也非常的鲜艳 有了它就可以把家里 随时随地变成你的私人影院了 现在给大家看的是一台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 双开门的冰箱 而实际上打开就是 15护理机 那么如果说洗衣机 是给你的衣服洗澡 那么这台机器 它给你的衣服 就是要做按摩 那么在这儿就有一个 演示器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气流的环绕 就可以对你的衣服 来进行烘干 除菌 除湿 除满 除味等等 那么有了这样一台机器 它就能解决你衣服的很多小烦恼了 现场我们还看到了 刚刚在中国国内发布的 最新款折叠屏手机 我们设立了六大展区 也全面展示我们的折叠屏 技术和产品 8K 5G 半导体等 全产业链上的最新科技成果 其中有三星户外电视 4K激光投影 是首次在中国亮相的 我们希望通过先进的技术 和创新的产品 为中国消费者带来 更优质的服务和体验 本届金博会还特意增加了 不少体育内容的消费品 现在很多人都在家办公 或者是宅在家里 这个运动量少了 体重压力就比较大 现在咱们就来玩一下 这个健身环大冒险的游戏 它也是在9月份 正式引入国内的 我估计很多游戏迷们 对它已经非常熟悉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可以通过深蹲啊 或者是小跑 或者是扭腰 这样一个动作 来推进游戏的进行 那么它把冒险游戏 和健身运动结合在一起 也体现了传统体育 和电子体育相结合的 一个最新趋势 今年的9月份 正式引进的 国行健身环大冒险 这样一个Switch上 最佳一户晓的一个游戏 它呢非常适合 今年的这个疫情期间 希望大家居家 能够运动 健康运动 和家欢的这样一个场景 也可以去将全球最好的 这样一个游戏产品 带给大家 今年消费品展区的展品 还涵盖了美妆 护肤 珠宝 香包 服饰等等 虽然今年进博会 不对公众开放 但好消息是 不少新品牌和新产品 已经或即将在中国落地 热爱生活 喜欢购物的你 不要错过 总台央视记者 上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